好 另外现在讲到吃鸡排了 谁说鸡排只能用炸的呢 房间现在还有焗烤的披萨鸡排 还有鸡排会淋上酸酸甜甜的酱汁 或者是蜂蜜芥末酱 这样多变的口感 业者说 才能满足顾客挑剔的嘴巴 热腾腾的鸡排是从烤箱出炉 上头还覆盖着五颜六色馅料 透过高温 膨胀 体积比一半鸡排大半倍 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同时可以吃鸡排跟吃披萨 然后还会再撒一些这个起司粉 美味的谜底揭晓 浓郁的起司配上经典夏威夷馅料 凤梨火腿加上玉米 吃鸡排一次还能吃进披萨 口感层次丰富 刚好有一天 感觉一直在吃披萨 觉得说这个应该延伸到鸡排上面 应该可以不错 炸了青黄酥脆的鸡排 淋上的是独门酱料 酸酸甜甜泰式酱汁 搭上新鲜的番茄跟大把大把沙拉 去除鸡排的油腻味 尝起来格外清爽 这个味道夏天市刚好 酸酸甜甜 有点微微的辣 不会说像夏天市炸的 可能会很糟热 店内招牌还有这一块蜂蜜芥末鸡排 小小一块鸡排就能缔造一个月十万业绩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开餐厅的经验嘛 然后那想说回归到比较小的到把我们以前所运用过的一些酱汁 来把运用在这个鸡排上面 因为毕竟鸡排是蛮大众化的东西 好吃的鸡排成为平民美食 常见的炸鸡排 炭烤鸡排不够看 只能不断在鸡排食材上求新求变 才能满足顾客挑剔的水 那些人理事建筑宇的台北采访报道 炭烤鸡排鸡排鸡排ienne